你看罷免市议员黄杰的投票 星期六就要举行了 霸杰团体今天晚上 合体国民党立委叶玉兰等人 扫街宣传反莱猪 霸黄杰 黄杰则和民进党立委余天 许志杰等人以车队来呼吁民众 投下不同意票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行人 站在车上跟大家来拉票 扫街宣传反罷免 黄杰表示很感谢余天大哥来帮忙 期待这一次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而面之队记者提问 余天表示了 高雄就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黄杰也像自己的女儿 他在一块的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希望黄杰不能因为 推动罢免前市长韩国瑜 就遭到报复 呼吁凤山的乡亲 周六一定要站出来力挺黄杰 而周三晚间两边阵营 各自举办了扫街活动 互相校正的意味相当的浓厚